大家好,我今天第一时间小马起床就联系我了 我们就赶紧聊一下今天这个纳入指数这一天非常刺激和精彩的表演 今天来看直播的朋友们应该也看到了 最后十几分钟我整个人也是懵掉了 第一次见这样的仗势就把我整个人弄得很懵逼 我们看看小马这刚起床清没清醒 给大家讲讲你今天有什么想法和心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确实今天早上起来本来挺清醒的 看到特斯拉的股价又头比较晕了 这个快闭盘时候的暴涨真的是让人有点震撼 包括它的交易量也是比之前几天的交易量都是相形见出的感觉 就是之前几天的交易量 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盘面 当然我这刚起床说的不一定完全正确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其实今天的盘面相当相当的有意思 有非常多的看点 我可以给大家解盘一下 虽然我非常不推荐朝短线 但是今天因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 所以破例给大家解盘一下今天的特斯拉盘面 在开盘的时候 特斯拉有一波比较大的上涨 我个人认为这一波上涨可能和一些基金 就是提前购买一些特斯拉的股票非常相关 那么在盘后将近闭盘的时候 大家看到特斯拉股价有一波暴跌 然后最后有一个暴涨 这个暴跌和暴涨怎么解释呢 我告诉大家 就是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讲过 不知道在Alan视频里面讲不讲过 就是最后五分钟的盘中交易 会以最后的一个收盘价来定价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695块钱 应该就是它的收盘价 这个收盘价是把所有的这些单子集中起来 然后最终看能够fill掉最多的单子 最后就形成这样一个收盘价 那么收盘价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定 就是它必须在收盘前五分钟 那个价格的上下10%以内 就是这个就导致了很多基金可能会在收盘前的十分钟 开始抛售这个股票来让特斯拉的股价变低一点 这样子它最终的收盘价就不会很高 大家去观察特斯拉今天的低点和高点之间相差 大概差不多就是10% 所以这也是一个基金非常有意思的操作 这是我今天早上起来观察到的一点 不一定是非常正确 但是也是非常有意思 不知道Alan看了直播以后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心情很复杂 就是早上开盘 我其实醒了比较晚 昨天晚上在研究怎么弄直播这些设备 我一开盘我看已经680了 我心想可能就摸一下吧 结果这一天尤其到尾盘开始要直播的时候 就一直跌 最低的时候跌到620 628 对628 然后我就看大家的情绪就说完了完了完了 好后悔没680卖什么的 各种言论就出来了 情绪体现的真是淋漓尽致 结果没几分钟就开始连拉三根大火箭 大家看直播回去看到了看到 然后大家说 又开始涨了 冲了冲了冲了 然后我觉得 我倒是也觉得可能 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 结果收盘最后一分钟 我还心想 就把好了 今天收盘没到680 我也不用订Cybertruck了 结果收盘最后一分钟 我还没反过神呢 然后我的三个券商 我倒是还可以看直播 三个券商的价格都这么不一样 有695的 有680的 然后有650的 我说这涨多回事啊 然后我看直播间的那个评论也是 大家都是告诉我什么什么价格 最后真的是695 然后大家告诉我 那时候最后一分钟成交了快7000万的成交量 7000万 然后太吓人了 就非常的夸张 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解释那个非常make sense 就是从就是他主动打压 为了防止他在最后那个阶段 以更高的价格来成交 但是大家明显看出来 这个肯定就是机构的行为嘛 这个已经不能太明显了 这个大家应该不用再猜测吧 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了 就问问小马怎么看看 很多朋友也问我周一的走势怎么看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或者是说确实 这个今天的这个大盘 真的是特斯拉股票真的是腥风血雨啊 就跟我之前和艾勒视频聊了 大家看到没有 所有的这个人性的贪婪 真的在最后几分钟 真的体贱淋漓尽致 啪啪啪下跌 哐一下就上去了 你如果吵短线 你心里面怎么吵得住 所以别人 很多人问我周一的走势是什么样的 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 可能我也不知道 艾勒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就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现在就是 以一个观察者的心态 去收集我们所有的信息 去猜测它近期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可能最终的投资的这个长度 应该是比较长的 尤其是对于特斯拉这种股票 你不是很容易去预测 所以周一呢 如果你非要让我猜一个 我可能猜周一要涨 因为可能我一般喜欢猜大相反的 大家都觉得它跌 我可能觉得周一要涨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就是大概英语就经常说这句话 就是你的猜测和我的也差不了太多 就是50%的概率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理性思考 最终以长线的这个思维 来去介入特斯拉 以及其他的这种股票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我那个如何买股票 尤其是在特斯拉涨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尤其是没有建仓的朋友 你到底该怎么办 可以去看看我那个视频 不知道Alan对我们频道这些朋友 经历了这么大一个事件以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 给所有的朋友 我想的是周一 我想不到他爹的理由 就是这些主动还是被动基金 他买了之后 他今天买了 他不可能各一个周末周一卖吧 就是没有人去提供市场上领头性 让这个事情发生 除非说在有个什么事件 又这个那个又是出了一个什么 大家需要把钱走回去 但是这么大体量的资金 不太可能就隔一个周末 就是翻脸不认人 这个是我觉得他没有造成 周一下跌的动机 再一个就是 我还记得很清楚 今天早上我起来看那个新闻 给我推送的 说大空头说纳入指数之后 就是特斯拉见景之日 我当时心想 多少人因为看到这个新闻 被他吓倒了 我之前视频也出过一期 就是说不要看新闻炒股 你能被他割久 他割到你怀疑人生 就是这大空头都拿出来说事情了 今天有多少人卖呢 包括今天有多少人680卖 或者是跌到620的时候 收不住卖了 后来或者是说 有些人跟我说 他挂了一个卖单 结果本来没想卖那么多 结果一下卖695卖掉了 我不是说这个价格卖的不好 我只是说 如果你是通过一时的恐慌 或者是通过新闻 给你的一些 这个引诱或者是恐吓的话 你做出这种决定 你大部分 大概率可能将来回来都比较后悔 我不知道 小马你认不认同啊 我是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 今天你看大家全程 我什么也没干 我在这吃零食跟他聊天 不知道大家哪来的 对吧 读读这个 大家给我的super chat 我觉得特别开心 说实话 然后大家也最后 super chat 大家感谢你回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做长线的 就一定要明白 涨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 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怎么做 做好自己的心理的建设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感觉我和小马有的时候 我们她的每个视频 我也看 我的视频她也看 我就感觉 我跟她聊天 我说我感觉我们俩像妈一样 对吧 天天婆婆妈妈的 苦口婆心的 就是你说我们读什么 我们这股票也不是说 涂了卖给你们 但是我们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卖 其实我们说这些事 讲这些话 其实是出力不讨好的 大部分人说 你看这么高 不让我们卖 哎呀 就是时间会说话 对吧 时间 对 时间会说话 时间会说话 哎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差不多就聊到这了 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天 我们也是大家都模板学习了 这个特斯拉纳入标普500指数的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大家给Alan点一个赞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欢迎在下面评论 那么我下周也会来Alan的频道跟大家聊天的 对对 我们下周再聊什么 咱们回去再商量啊 这些好玩的事情特别多 今天就这样吧 感谢小马哥啊 这一大早上起来 这脸没洗就跟我们这个赶紧第一时间直播这个视频啊 然后我们下周再见啊 拜拜